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都有一段时间没见大家 因为早前放暑假, 各位老师也是, 暑假 我都有一半时间不在香港 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这个人生工程学系列 我们今次的主题 我就会试图令年青人尽早明白多些自己 知己知彼 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一定要明白一些人性的特质 我们的思维的模式习惯 或者生活习惯离居 这些有些认识了 最后明白多自己 可以为自己容易建立良好的生命质素 做人的要充实一点 或者有建树多些 从这个角度引起我这个话题 另外有几位朋友, 有些都熟了 斯罗 Hello各位 做几輯, 我们都一起 另外一位新朋友, 苏先生 大家好 他本身也有一些美术工作的背景 他是个建筑设计方面的专家 那我们今次呢 不如你自己简单介绍自己 你比较陌生一点点 都对了, 争取时间 先讲个内容 宋先生 没关系 都没有所谓 慢慢互相认识多些 那我都用以前的模式 那我都叫做 之前都思考过我们的内容 想过那些方向出来的 那些呢 那大家发挥一下 那我首先呢 就想大家都明白一下 所谓思维 其实每个人都 都会想起的 没错 相当我们一向习惯是 从哪个角度 哪种形式去构思 去思想 思考 那这里 我都不是专家 就简单单 我们用十几分钟 不断地讨论 我先讲了我 然后再听 两位朋友的看法 思维 另一个叫法 我们叫思考 你怎么想的呢 其实就是解读事态 事态是我很喜欢用这些字的 就是人物是一件事 有一部分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的圈子 其实想到什么是事态 我们的社会 都是不同的事态 我们看看怎么去解读 然后解读之后 还有些都很贴 很必然要做的 找出个问题 那因为有时候 很多事情要解决的 最后就是寻求定位 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 怎么明白了 定位 然后最后当然是 试图去解决 种种问题 拿到一个最好的做法 我的看法 待会你们再看看 有什么其他想法 我就认为 这类所谓思维 也好 我们思考的问题 其实都离不开三种形式 这三种 一种很形象式 我们每天这么生活 这么长时间 这么多年的生活 我们见过很多东西 来自我们的身本 来自我们的家庭 很形象化的 另外一种就是抽象 抽象思维 如果用美术角度 抽象画 其实有些东西都挺抽象的 譬如 什么叫做 喜怒哀乐 本身都可以很抽象 你明明觉得 很好笑 笑到极一声 或者数学的概念 无限大 无限小 或者挨挨 跟好负一 那些 其实是大家 很抽象 但是我们人类明的 这种就是抽象思维 我们现代社会 知道很多这种遭遇 或者说完最后这个 最后一个思维的模式 就更简单 又不是简单 解释 不是这样解释 有时候有些灵感 也不知道为什么 即是无神 有一种灵感 也未必错了 有些时间还发挥得挺好 譬如艺术工作 已经是了 我讲这三种 是很粗糧的看法 那 施洛 你刚才不断说了 一点 等下 我听一下 蘇先生有什么补充 在这方面 这次这个题目 我自己就没有特别大的准备 不过在思维方面 我自己也做过少少 很多研究 也要了解 因为我本身也有教一些关于设计上的工作 那思维本身 我也要先解释 有一些叫艺术思维 有一些叫设计思维 有一些叫设计思维 我用这个字眼就是 一个有原因的思维 那刚才 王sir所说的灵感带动思维 我先用 假设计思维 就是纯粹用个人的感受 一些个人的看法 瞬间或者瞬间的某一刻 去产生出来 那些叫设计思维 而所谓的设计思维 就是一些有原因的思维 因为痛所以你缩 因为悲伤 所以你哭 那很多东西都会有一些原因性 产生出来 我们都有追索性的思维 那在我自己立场 就尽量把它分成两个类别 就是分成两个类别 而艺术思维里面 就是刚才是王sir所说的 一些抽象一点的东西 可能是一些感觉的东西 可能是一些什么 而在我的界定来说 我觉得是分成了两类 我觉得 但无论是艺术好 非艺术性或者设计好 抽象好 形象也好 其实思维的本身 是属于我们自己本身 是我们的一些活动 我觉得是 而这个活动里面 王sir就会讲一下 经过这些活动里面 我们会带出什么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会把思维和思考分开 因为如果你追索古希臘时代 哲学加经常性 我们哲学这个范畴 一直在讨论 究竟思考是什么 最经典的 可能是迪太尔说 我思古我哉 或者是康德 人类的四种 先天 先艳 后天 那种思考模式 但我自己的方向 其实我会很简单分析 我同意 苏先生在说 那种设计 我会说 理性 和感性的思维 就是 具逻辑性的一部分 然后一些很主观性的分析 而思考的过程就是 你如何铺陈这件事 可能会用到一些很理性的思维 可能是要通过客观 通过逻辑 有一个结论 这个是你的思维 这个知巧过程 而到一些很感性的思维 就是 你通过你的感官 通过你的经验 可能是你的直觉 去想这件事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是感性思维 我会基本上是这样分析 其实我这个开始 也是一个很大胆的 过场形式的一个导引 而思维是一个很深奥 是的 我做这次准备之前 也算是做一些功课 搜索了很多资料 那些已经近处是哲学 和一些学习心理学 这类的 已经有很多很学术性的model 这样解释这些的 但我仍然都 就是拿它出来 作为我们的引致 理由就是 我们都要有时小心 都莫忘的 就是有时 随着我们的思考 游来游去 始终我们掌握不到 一个更加 efficient 的 一个 thinking 就是思维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刚才我说的 将事物去解读 然后去寻找答案 那如果这里 我们是清晰一点 保持一种恰当的客观 和逻辑在里面 是帮助我们一些 一些生活基础的 对我来说 我都叫做留意一下 我自己到底是有时 如何思考问题 那我就觉得我有时做到的 有时的确 避免不了 或者必须是 要用事实 这个事实 即是一个形象 我们日常的生活 我们扮演这件事 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 来自一些经验与经历 那这些呢 其实已经拼凑到我们一个基础 让我们基于这些 去做恰当的观察与思考 有时抽象的思考 或者近乎这一类的 我都说过了 在今时今日 现代的社会里面 里面有很多这些例案 无论你在哪个界别都是 譬如教育界 我们很多同工都是在教育界 我们是接触很多不同的别人 有时互相之间的 关系也好 互相沟通 都没有你上中 那麽patternize 即是模式有些匪夷所思 人制互相之间的关系 都可以多有趣 我不要说复杂 为什么有一个小乡志 大家这麽谈得来 有时有些没什么理由的 一见到面 一见到面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老师 要处理这些 其实都是某种范围里面 要把一般常态的东西 凌鸽一步 我就不特别再强调艺术那边的创作 那些东西 虽然我们早几年都说 真是美 这个范围 但是抽象的部分 我也感兴趣 就是撇除艺术性的抽象思维 那时艺术和创意是有关系 但都可以不同 譬如你想一条想法 做生意要想法 拍电影要想法 做艺术工作要想法 如果没有一定抽象的能力 是没有什么创意 没有什么创意 没有什么创意 我觉得我自己是敏锐一点的 或者说到这一类思维 其实我身边两位都 应该有你的经验 Pierce 你说一下 你创意了 不要说偽常 创意 我所说 做生意都可以想个想法 那这类创意和抽象思维 给不给多些例子 我们看看 暂时我不想用一些字去计定 因为好像太虚浮 我们实际一点 讲一下整个创意的流程 我们很多时候都 我都跟其他创 我本身有搞一些 关于创业的一些 讲座的人 我本身都是鼓励大家去创业 而所有的创业 本身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经过观察之后 观察到需要 而经过这个需要 去提供一些服务 不需要一定要别人 没有做过的事 才为之创意 你在突破的时间 突破自己的空间 在突破自己的有限环境 在经济源的情况下 做到的事情 在我眼里已经是创业的一状 不需要是一个 没有发生过的事 没有做过的事 才为之创业的 你所说的 是的 而整个流程里面 我觉得都是有据可依的 有根可寻的 要看回那个人的观察能力 这个问题 那个人对观察的结论是什么 可能你收了十个讯息 可能最后只有三个 你觉得消化到 有七个看不到 可能你未觉得这件事需要 当你听了十个之后 发现有八个 原来是一个有需要的结果 就会产生到你的用的问题 而不同人的创意的力 用这个字眼 就是由他的观察力 开始去到消化 去到甚至是提供服务 那份破了自己的界限 的勇气等等的事 而整个过程 都是思考思维的一种 而我觉得这方面 平时想着就是 靠由这个开始 观察开始 一个人一出生 如果他什么都没有接触过 我说严格一点 他的思考是零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的消化 没有任何东西的重组合 我们用一些年轻一点的字眼 大家可以听到 炼金术这个字眼没有 炼金术 在以前是一些西方的古代 就是将一些 不同的 将一件物质 经过一些不同的元素 合併 产生一些新的物质 而我觉得整个创意 坦白说 无论是艺术 非艺术性都好 都是由这些不同的元素 而是由组合而产生一些新或者旧的东西 我在我眼中 就是归纳于这个思考方法 就是这样 就是经过一个解构 一个组合 就是这样 OK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看 你应该是刚才说创意 我看创意 和抽象 给一些联系 给一些联系 OK 首先 Raymond 你刚才的定义抽象 就是一种 就是 你说抽象 其实是一种 創意創新的过程 对 抽象就是抽离一个 常理的现象 常理的现象 即是我们突破了 其实某程度 我另一个技法 叫做 倾向一些立体的思维 OK 平常我们 站在这里来看东西 其实你上到天台又不同了 因为立体了 到温暇 你上到山岭又不同了 OK 而且你还串联了 这个当然不是 就是抽象 就是这样 解释 但是用这个立体的思考 都免得它可以解释到 就是我们的能力 要抽象 处理抽象的问题 我自己这样看的 我应该 我这个答案 应该会太满足了你 听说 即是 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 以前 做 创作 即是我自己 一直都做 艺术和设计 有时候都会教 跟朋友分享一下 那我就觉得 从来创意 我只要 我会 大约分为三类 虽然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 你每次面对一个问题 你尝试 向着这三个方向去想 我觉得 都是 都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第一个方法就是 本身你有一条 就是创意 本身是讲的 就是你本身有条 可能那条 是 你 可能一身人 观察下的东西 然后突然之间 有一个这样的 idea 可能是 即机缘巧合 都突然钉条条出来 简单来说 另一种情况下 就是 懂得将现有两件事 或者多于以上 多于以上 组合在一起 即你懂得将去做 Integration 这个 但是你做Integration的过程 也是一种创意 第三种创意 就是我们近年 都很会 在商界里面 特别会说的 就是 破坏性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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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 这件事情 我常常会 跟朋友说 或者 甚至跟一些 大我年纪一点 但是 我又要有机会 跟他们分享一下 说什么创意 的时候 我会经常说 其实 学生是很有破坏性的创意 就是 他会很喜欢挑战 现有的 规则 现有的 然后去说 喂 其实 你这个创意 好像有些问题 其实 我有一个 这样的方法 其实也行 这个就是 现在我们会常常说 比较破坏性的创意 我常常会觉得 你说 没有办法 我就会建议 你试一下 用这三个方向去想 这三个方向 其实都是一个 都叫做 颇为 不同 就是不同方向的 一个 思维模式 就是 你去想 如何将两件事 放在一起 但是你想一件新的东西 或者是你将现有的东西 坎掉 重造 这个也是一个 不同的思维方式 那我相信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Ravens 不算很回答 不算很回答 这是创意 说得多些 抽象这个部分 未必说得到 不如这样 我又用另一个角度 事劳补充一下 就 先说个象 什么叫象 視象一个象 形象一个象 是很实体的 那抽象呢 我都很轻用这个举例 有时候解说一下 譬如 江线 你 正午 看出一个维港 是一个竞象 这个是象 那 哈布黄昏 黄昏有很多的 一些微微开始是黄昏 还是很后期的黄昏 其实你发觉到 那个颜色 最实际上的形象 根本都 差不多不同了 是啊 甚至现在向电脑 做一些画脑模仪 这里弄一下 这些画的颜色 发觉到 很难说哪个是真象 日出的冰月黄昏 是啊 那 我 其实事劳也很常是这样的 一个正常环境 哪个哪个说话 正正有条 那 花刀 用另外一个环境 整乱 是同一个现实 同一个 一个景象 的 另一面 啊 又说过学校 啊 学校 如果 有班 组会 或者校长 未开始集中 大家可以排队 哇 我想跳来跳去 啊 有些还很飽厌 啊 走来走去 打架都可以的 但是你说 可能15分钟之后 校长说 组会开始 那个企长度 那个象都不同了 那到底哪个象 是真象呢 这个象是学校 一个学校的 的 的情景 啊 其实个个都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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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习惇 那 那 嗯 émon 嗯 嗯 嗯 啊 啊 的 嗯 嗯 嗯 啊 其實我講的已經有種抽象形式 抽象在於我引起你們住一些你不能察覺的地方 這個敏銳性 對這類觸覺敏銳性 我覺得年輕人都值得去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留意到 可以令自己的空間廣闊一點 我自己本身都很幸運 我很早是敏銳 我沒有說我比人厲害 不過我有些位置 我有一定的敏銳性 令到我覺得幾豐富 我的生命 我過很多相關的藝術工作 都同意明白我說什麼 抽象 對不起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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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感是要善用的 有些人以為自己有靈感 給自己借口做一些未必正確的事 如果靈感是打壓到也要鍛鍊 有時你又是對某些觸覺敏銳 你的靈感一來 或者懂得醞養的靈感 是幫到你做事的 未必是絕對是藝術工作的 其中我的經驗都挺有趣的 我們做教書也好 或者做什麼 很多時候需要找一些研究方向 因為這樣才能得到一些經費 或者活動的構思 搞一個什麼什麼活動 現在我們做老師很多時候都知道 TFQ 當然很多行貨式的 正確的寫幾句 訂出去 政府給你錢 你可以做到事 但是 我很多時候 無論是抽象師也好 有些靈感到來也好 我很多時候想到一些構思 是非航貨的 價值就是來自一些非航貨的思考 那些思考都想到 真的做到某些事出來的 這兩樣通識等等 都很常見 或者很需要這種 這種獨立一點點 非航貨式的思維 希望各位老師有時都留意一下 很多時候我都有點失望 很多時候市面 做任何個界別都好 大部分都是行貨製造 令人覺得沒什麼趣味 不如這樣吧 你們最後有什麼補充 可以找我提議一下 下一個 topic 我也覺得下一個 topic 因為這些大家都不是很專家 那 這個跟思維和思考都有點關係 不是 又說了 十一分鐘 最多 就是有什麼因素影響 人的思維發揮 思維最後都是發揮 發揮 做到一些事情 做到一些好的 精彩的事情 充實的事情 那是有什麼影響 我們的思維發揮呢 IQ 是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呢 嗯 喂 那我不說了 OK 雖然我都叫做有些 推上出來的因素 那大家不如一起參加 我自己覺得呢 思維的發揮呢 嗯 首先說那個人 是裝了多少東西 我覺得 一個人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一個器皿來的 嗯 而這個器皿呢 不是一個特有的尺寸 沒有特定的深度 也沒有特定的闊度 那當然啦 不同人的器皿 它那個放大 就是它變來越變來越大 那個速度都不相同 嗯 有些人可能頭那十年 它的器皿永遠都保持這麼大 嗯 突然有一下 咳 有一個 我放到十個 十個容量的器皿 變成二十個 放到二十個的器皿 而有些人可能是去到四十歲都好 它的器皿依然沒有變過 是的 突然去到某一天 突然醒了 會變大了 甚至有些人去到最後一天都好 可能那個器皿都是一樣 雖然我沒經歷過那天 就是有機會都發生這件事 因為之前我都做很多不同的老人服務 都訪問過很多不同的老人家 而有些人的器皿呢 是時大時小的 可能你問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看心情 而決定他接受的事物 嗯 心情好 就接受多一點 我們三個都是男人 女人就明白這個道理 哈哈 可能他都不明白 是的 而我覺得 要斷定自己的思維發揮 就是怎樣去manage 就是怎樣去管理自己的器皿 成長的情況 嗯 除了管理不停放大器皿之外 還要怎樣 就是我用佛學去拉一點點 就是怎樣塗空自己的器皿 很多時候呢 那個器皿滿捨了 可能我擠滿了我的學習 擠滿了我過去的經驗 擠滿了我以故的一些常識 我的常識來主要是我的學歷 我是博士來的 沒理由錯的 我器皿滿了博士的知識 但可能你不拿走這些東西之後呢 其他就擠不進來了 而對他人的反對性 對他人的抗拒性 亦都因為器皿本身的容量有限制而產生 我覺得一個思維的發揮 所以我們用哲學一點的態度就是 器皿管理器皿的能力偏低 越高能力的人 他的器皿管理器皿這個器皿的能力就越大 即是容者必大 我知道這個詞 對 很容易一點 或者有時候有些 擺了一些不需要擺 沒有什麼必需要擺的東西 裝滿了 而沒有空間容納那些真知卓傑 Wayman 我有個這樣的看法 我對於存在 就等於必要這個原理 我有點尊重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那個人擺得在這裏 那個知識或者那個資訊擺在這裏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可能坦白說是垃圾 可能是多餘 但是這個多餘 這個垃圾 甚至這個東西 甚至另一個人繞那條路 用這個字眼 路是這樣繞一下 他才能有那個經驗 我的看法是從另一個方向來看的 可能你會覺得這些知識 在這一件事是多餘 沒有用 但可能對另一件事來說 是這些重要的key 但他人生的階段就是 你人生是不可能純粹吸收某一部分 是一個伏線 是一個伏線 不是 我看一個論點我都有理由的 有些東西真是 聰明一點好一點的 沒有需要裝這麼多的 舉例 當然這些東西是很多欣欣由由 譬如和一些人性本質 譬如人都很想保護自己的 令自己更安全更美好 現在流行很多坊間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譬如一些保健食品 美容相關的資訊 有時我的WhatsApp 很多朋友做資料 一來都是這些 他們又很禮真的 我也看到 發佈到有種靈知 很有效的 手集很多資料 不是說那些一定沒有用 而是可以 平常心的那麼多 那這些 你一直托著那麼多 即是側滿了自己 我想補充這一點 明白明白 如果你的心 簡單一點 單純一點 是多些空間 去容納到另外一些資訊 你繼續 我自己其實 我覺得思維發揮 我同意容器這個說法 我相信每個人的容器 可以放大 也會縮小 但是有時候我會覺得思維發揮 有時候會是 怎麼說 是一些很直 即是會怎樣影響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有時候你很 你會被直覺去主導了 因為有時候 你很多東西 就是由喜歡和不喜歡 開始的 即是你很主觀的感覺 然後你再慢慢去 然後你再慢慢去 develop 很有系統的 develop 你下面的思維 但是你首先 你會喜歡這件事 先 那這個 這件事其實是 我一直擺 即大家都擺不開的問題 即是 好像說 如果Raymond Sir 你 你什麼不喜歡 就慢慢來 你講一下 我很著重一點 是 喜好 你會看到 下一場 慢慢說下去 就是 我們的 喜好 要有足夠客觀 要過份主觀 我就不喜歡 其實是一種消耗 是的 我正式想說 有時候 我們的思維局限了 就是局限了 我們首先會不會喜歡 這件事 我已經不是牽涉 是IQ 還是EQ的問題 是純粹個人的 喜歡和不喜歡 但是個人的喜歡和不喜歡 其實是一個很直覺 很主觀的感覺 那一刻的感覺 但是你的感覺的建立 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 經驗上 或者是 很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可能 你如果我 拉一下神秘學 講一下 可能是以前 我們的基因記憶 可能祖先遺留給我們 對某一些東西 是特別抗拒的 可能會導致 我現在不喜歡這件事 那這些就會影響了我們的思維發展 那我會說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因素 是的 如果我說的是 最影響最影響的人的思維發展的話 我相信 我反過來用佛學的說法 就是你很沒有空的感覺 就是你會 第一件事 我覺得我就是不喜歡她 我就是喜歡她 我就是喜歡她 怎麼說出來 我對這件事 也有一個 幾有 心得的結論 因為我本身都有 就是從事了教育一段時間 而我教的 是一些野校的 一些情況 裡面會包括了很不同的學生 有一個十幾歲 一個四十幾歲的一個成人 都會有機會 那 而我發覺了一件都幾 悲傷 就是一件悲傷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你長輩級的朋友 可能你經歷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知道哪些東西是多 哪些東西是少了 哪些東西是缺乏 哪些東西是多 很多時候會出現了一些 叫做篩選性的一些思考方法 傳給下一代 我在我的立場來說 也都因為這種篩選性出現了之後 導致了下一代沒有篩選的能力 變成他們在直覺上 直接吸收 而也都因為 時代急了很多 很多時候 我用一些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小朋友一哭就要抱 小朋友一吵就要比 嗯 也都長期培養出一種 思考 甚至一些事理 沒有經過消化 直接吞噬的情況出現了 而大家變了 變了 少了機會去分析一件事 而多了機會去了解自己的氣好 嗯 我重複當過一次 就是 少了去理解自己分辨事物的機會 多了去強調自己喜好 為第一位的一種方法 喜歡和不喜歡 成為了整個思考裡面的第一頁 嗯 第二頁未見到 第一頁已經決定了 嗯 就是這樣說 也都因為這樣限制了思考的發揮 嗯 而這一點 我們坦白說 我都覺得是 嗯 其實都幾厲害 在整個環境之下 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我這份人是不會做這件事 我這份人是不會做這件事 我個人是不喜歡這件事 我就第一句問 心癢症沒有射的 那 為什麼有這麼多個我出現呢 而 在我另一個看法 就是 有些人一生只有一個我 有些人一生很多個我 就是因為他們能夠放下他之前那個我 而產生到另一個我 那 而剛才 就回這個題目 我稍為發揮 我就覺得 誰能夠把現在的我 謙虛地去接受 謙虛地檢討的話 就可以產生到多一個我 而誰人 一早已經能夠完整自己的我 覺得這個我已經是完美的話 或者我爸爸媽媽說 這個我就是對的了 我爸爸媽媽說 這個我就是正確的了 那我應該是完美了 我還不會有錯 越早肯定 在我眼裡 他的思維發揮的機會就越少 所以我有時候很欣賞 一些不懂教育子女的爸爸媽媽 因為 在我眼裡 他有兩條路走 一 他的兒子 走一條很坎坷的路 二 他的兒子 走一條很突破的路 將會有 對社會 對整個教育界 對我的環境 是一定有影響 而其他的 我暫時不留言 但這個是我對思維發揮 暫時這個環境裡面的 一些這樣的看法 嗯 那無獨有偶呢 蘇先生 都至少強調多一件事 就是 原本自身的喜好 那一講到這些 即是主觀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當然 也都提到那個 那個局限性 譬如我們越是 就是 作為老師也好 尤其是 蘇先生 我沒有理會錯的話 你說一些 年紀相略大一些 那些 因為他們那些 妥著多年的經驗 他們很多時候 好像半個拳話 這樣說出來 那個影響 可能會很深 即是好像我爸爸媽媽經常說 我都不想你繞這條路 我講了這條路 你就做 但是這件事 蘇先生一定是會駁斥這件事 當然我也是不會 這是我的慣性 不如這樣 因為我們也是有段落一個段落 這個時間 我們第一小段 就當作一個小優 之後回來我再接播 那我也試圖 將剛才所說 作一些歸納 解釀燈單 生後見